菲芒市長高許家莉莉妹至今已經參加過六次競選 從最初擔任菲芒學區委員到市議員再到市長 她是菲芒65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和亞裔市長 由於對社區十分了解 她希望未來也能在州府繼續代表亞裔的聲音 加州共有四十個選區 第十區包括的地區有北盛河西 Santa Clara Milpitas Youni City Fremont Newark Hayward 以及Castro Valley一帶 而明年選舉将会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 重新劃分選區 不过高許家說 Fremont選民不會受到影響 作為二十多年的Fremont居民 她希望可以身體力行 继续為社區做些史事 因為我自己是個媽媽 也是個家庭主婦 也是在這邊住了Fremont 你看這個這麼多年發展 慢慢研究上說 這些影響到家庭跟工作 現在這個尤其現在 很重要就是肺炎 那個recovery 和我們的city 等這個businesses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在這邊 這幾年都有很多情況 可以看到 怎麼可以幫助我們住宅 和健康 所以有那個 健康的健康 她還說 將利用自己大膽創新 和經驗驗證的結果 幫助解決無家可歸者危機 創造就業機會 以及增加可負擔住房 同時為所有加州人提供安全 和健康的學校 關注疫情 對人們精神健康的影響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 homelessness的情況 這些in general 像尤其我自己也是個女兒 我的爸爸媽媽也是退休 住了這個加州 我看到現在這幾年 這個大家在shelter a place 影響到我們的老人 也是很多困難 尤其因為我自己是個媽媽 所以看到那個小孩子 現在在學校的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地步 Fremont是全美第三大 亞太裔居住比例較高的城市 除了華裔 還有印度裔 越南裔 菲律賓裔 東南亞裔 以及苗族人等 而現任第十區州參議員 Bob Wiskovsky 也來自Fremont 曾擔任過前Fremont市議員 以及州眾議員 高旭家明年就是競選 Wiskovsky兩任期滿後 空出的州參議員席位 在此之前 曾擔任過州參議員的 灣區華裔 只有余印良 Leland E 26臺記者梁秋玉採訪報導